1661年正月 秦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 顺至神秘死亡 三天后一个八岁大的孩子 登上皇位 他就是后来的康熙大帝 万名康宁天下牺牲 如同其名 康熙在位61年 带领中国走向一个繁华的康熙帝国 他雄居九五横扫六合 拼定三番 发定准格尔 从漠北到漠南 建立起来 一条无形的长城 奠定中国的疆域 康熙成说 秦政实为君之大本 戴乎实为王国之兆 在位期间 几乎没有一天不停证 在文化传承方面 他编修了康熙字典 测绘了黄语全蓝图 为中国留下宝贵的文化双臂 在军事建设方面 设置了木兰围场 兴建避暑山庄 稳定大清王朝边疆的安宁 巩固多元民族的统一 在著名亲史学家 严重年笔下 康熙是一位舵手 一位带领大清帝国 从乱世走向治世的千年一帝 在康熙大帝这本书中 对康熙帝的成长经历 丰功伟业一一阐述 呈现出一位大智大勇 文韬武略的明军形象 康熙是金字塔顶端的权威者 但他一生却奉行 但博二字 用沉浸之心完成地业 用一生的努力和坚持 成功塑造自己的人生 优优独签 观众